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坦帕湾光芒队在与多伦多蓝鸟队的对决中 如何以三横线二显胜,并且聚焦于乔纳森、阿兰达的惊人表现 这位打击天赋一柄的球员连续两场比赛都集出拳雷打 让蓝鸟队的投手们苦不堪言 比赛的高潮出现在第三局 阿兰达的两分拳雷打如同一记重拳 瞬间将比分改写,让全场观众沸腾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阿兰达在对蓝鸟队的比赛中 已经五次集出拳雷打,成为蓝鸟队的克星 光芒队的投手塔吉布拉德利也在这场比赛中重拾状态 完美控制局面 虽然蓝鸟队在后半段展现出反扑的希望 特别是不守亚利航德罗·基尔克的三蕾安打为球队注入了信心 但最终仍无法逆转战局 在比赛结束前 光芒队的德鲁·拉斯穆森更是以完美的表现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救援 接下来,两队将再次交锋 光芒队的肖恩·巴兹江登板 让我们拭目以待它能否延续夹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喧闹球场 坦帕湾光芒队与多伦多蓝鸟队的比赛进行的如火如荼 球迷们的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像海潮一样拍打着球场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天,光芒队的三雷手乔纳森·阿兰达·Jonathan Aranda 再次成为了球场上的焦点 他连续第二场比赛集出拳雷打 帮助光芒队以三横线二险胜蓝鸟队 这场比赛对于光芒队来说 不仅是一场普通的胜利 更是赛季中的重要一役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阿兰达站上打击区 面对蓝鸟队的投手雅利尔·罗德里格斯 球场上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观众们平住呼吸 只听见阿兰达挥棒的声音 随着一声巨响 球像流星一样飞向看台 阿兰达集出了一记两分拳雷打 将比分改写为三横线零 观众席上的光芒队球迷们 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一集不仅让阿兰达的信心倍增 也让他在蓝鸟队的比赛中 显得格外神勇 事实上 阿兰达的九支职业生涯全雷打中 有五支都是对蓝鸟队所急出 这无疑让他成为蓝鸟队的克星 多伦多星报 The Toronto Star 报道称 光芒队的投手塔吉布拉德利 Pash Bradley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投了五局只失一分 这是他自7月25日以来的首场胜利 布拉德利的投球风格稳健 四次三阵和两次保送的数据显示了他的控制力 这场比赛之前 他在九场先发中以零胜七负的成绩和7.88的自责分率让人担忧 但今天他终于找回了状态 尽管蓝鸟队在比赛的后半段不断施加压力 但光芒队的防守坚如磐石 特别是在前面三局中 蓝鸟队的打击似乎无法突破光芒队的防守 最终在得分机会上仅仅以一中九的成绩告终 这样的表现让蓝鸟队的球迷感到失望 尤其是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他们在得分位置的表现更是糟糕 临终期的成绩让人心痛 然而 第七局的时候 蓝鸟队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 当亚利杭德罗·基尔克·阿勒汉托克站上打击区 球场上彭腐有一种预感 期待着某众突破 果然 基尔克打出了一支三蕾安打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三蕾安打 也让他的打击连续14场比赛得分 创下了个人新高 球场上响起了蓝鸟队球迷们的欢呼声 这一刻似乎为他们的球队注入了一丝希望 蓝鸟队在第五局终于打破了僵局 斯宾塞·霍维茨 Spencer Horowitz在本磊前击出内野安打 为球队拿下了第一分 这一分虽然来得不易 但却让蓝鸟队的球迷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蓝鸟队的捕手基尔克在比赛后表示 他们一直相信自己能够逆转局势 即便是在困难的时候 比赛接近尾声时 光芒队的德鲁·拉斯穆森·朱·莱斯蒙森登上投手球 他投了两局完美的投球 三次三阵 为自己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救援 这一切都让光芒队的胜利变得更加甜美 拉斯穆森的表现 不仅让光芒队的球迷们感到骄傲 也让教练团对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 光芒队的先发投手肖恩·巴兹 Shenbaz将在周日对阵蓝鸟队 巴兹在最近的五场比赛中都能投满五局 且失分不超过三分 这样的表现让他成为球队的中流砥柱 坦帕湾时暴 Tampa Bay Times指出 巴兹的稳定表现 让他成为光芒队最值得信赖的投手之一 而他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的表现 将会是球队能否延续胜利的关键 蓝鸟队则尚未宣布先发投手 但前光芒队的左头瑞安·亚伯拉罕 Ryan Yarbrough有可能会登板 这场比赛无疑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两队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蓝鸟队的球迷们对于亚伯拉罕的表现充满期待 希望他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带来惊喜 逆转局势 这场比赛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 光芒队凭借阿兰达的出色表现和布拉德利的稳定投球 最终以三横线二显胜蓝鸟队 而蓝鸟队虽然在比赛中努力追赶 但始终未能逆转局势 正如多伦多星报所说 这场比赛是一场经典的 充满悬念的棒球对决 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 都将这一天铭记在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喧闹球场里 坦帕湾光芒队与多伦多兰鸟队之间的比赛 再一次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 这场比赛中 光芒队的乔纳森 阿兰达 Jonathan Arenda 连续第二场比赛 击出拳雷打 成为场上的焦点 帮助球队以三比二险胜蓝鸟队 这场胜利 对于光芒队而言意义重大 不仅提升了球队士气 也巩固了他们在赛季中的位置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阿兰达面对蓝鸟队的投手 亚利尔 罗德里格斯 Yary L. Rodriguez 时 挥棒击出一季两分拳雷打 将比分改写为3比0 这次拳雷打让球迷们沸腾 也给阿兰达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 阿兰达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也击出了拳雷打 让他在对阵蓝鸟队时 显得格外神勇 事实上 他的9支职业生涯拳雷打中 有5支都是对蓝鸟队所击出 使他成为蓝鸟队的克星 光芒队的投手 塔吉 布拉德利 Touch Bradley 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投了5局仅是1分 这是他自7月25日以来的首场胜利 布拉德利稳健的投球风格 和4次三阵两次保送的数据显示了 他对比赛的控制力 之前 他在9场先发中 以0胜7负的成绩 和7.88的自责分率 让人担忧 但这场比赛 让他重新找回了状态 比赛的后半段 蓝鸟队不断对光芒队的防线施加压力 但始终无法得分 尤其是在前面3局中 他们的打击 遭到光芒队防守的压制 最终在得分机会上 仅仅以一众9的成绩告终 这样的表现 让蓝鸟队的球迷感到失望 尤其是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他们在得分机会上的表现 更是糟糕 零中期的成绩让人心痛 然而 蓝鸟队的捕手 亚利杭德罗 基尔克 阿雷汉朗·克克 在第七局 打出了一支三磊安打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次三磊安打 并且让他的打击 连续14场比赛得分 创下了个人新高 这一刻 球场上响起了 蓝鸟队球迷的欢呼声 似乎为他们的球队 注入了一丝希望 蓝鸟队在第五局 终于打破僵局 斯宾塞 霍维茨 Spencer Horowitz 在本壘前击出内野安打 为球队拿下了第一分 这一分来得不易 但却让蓝鸟队的球迷 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比赛结束前 光芒队的德鲁 拉斯穆森 Drew Rasmussen 在两局中完美投球 三次三振 为他自己赢得了 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救援 这一切 让光芒队的胜利 变得更加甜美 接下来 光芒队的先发投手 肖恩 巴兹 Shane Bass 将在周日对阵蓝鸟队 他的表现值得期待 巴兹在最近的五场比赛中 都能投满五局 且十分不超过三分 这样的表现 让他成为球队的中流砥柱 而蓝鸟队尚未宣布先发投手 但前光芒队的左投瑞安 亚伯拉罕 Ryan Yarbrough 有可能会登板 这场比赛 将会是两队再次交锋的精彩时刻 这场比赛中的每一个亮点 都展示了职业棒球赛场上的紧张与刺激 无论是阿兰达的拳雷打 布拉德利的投球 还是基尔克的三磊安打 都在球迷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赛季的进行 这样的经典对决将会继续上演 吸引更多的球迷关注和支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阿兰达的连续拳雷打 真是太震撼了 他就像是光芒队的超级英雄 成了蓝鸟队的噩梦 你知道吗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 能够连续两场比赛 集出拳雷打的球员 可是屈之可数的 阿兰达真是个奇才 而且 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光辉 光芒队的投手和防守 也表现得相当出色 这场比赛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哦 楚天书 你是不是喝多了海绵宝宝的凤梨汁 阿兰达的确表现不错 但这只是一场比赛 连续两场拳雷打算什么 别忘了 蓝鸟队的罗德里格斯 还是个新人投手 阿兰达不过是逞了一时之快 还有 蓝鸟队虽然输了 但基尔克的三磊安打 和霍维茨的内野安打 可是把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再说 光芒队的投手布拉德利之前的表现 可是糟糕透顶 这么一场胜利就能洗白了吗 谢琪琪 看来你对光芒队是真爱深恨啊 阿兰达的九支职业生涯全雷打中 有五支都是对蓝鸟队所集出 这数据可是铁证如山 他就像是蝙蝠侠里的歌坛式守护者 蓝鸟队每次遇到他都得吃瘪 至于布拉德利 他今天的表现已经摆脱了之前的阴霾 这就叫凤凰灭盘 再说 光芒队的防守真的无懈可击 蓝鸟队的攻势一次次被化解 就像是鹰眼里的神剑手 一件一件射中要害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都快以为阿兰达是打棒球的赫拉克勒斯了 但别自我陶醉了 棒球场上成败奶兵家常识 蓝鸟队的捕手基尔克打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三垒安打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再加上霍维茨的内野安打 蓝鸟队也展示了他们的韧性和潜力 布拉德利这次表现好 那也不能掩盖他之前的糟糕表现 这么快就吹捧 未免有些言之过早 齐齐 别急着扑灭我们这边的胜利火焰 阿兰达这样的表现正是球队需要的 他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球员 事实上 他的拳雷打对于光芒队的士气提升至关重要 而布拉德利能够找回状态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这样的恢复才是真正的英雄归来 再说啦 光芒队的德鲁拉斯穆森在最后两局的完美救援 这可是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呢 简直就是少林足球里的守门员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嘿 楚天书 你这么说 那光芒队是不是该给阿兰达立个雕像呀 我们来点现实的好吗 棒球是一场漫长的战役 胜负不在一时 蓝鸟队虽然这场比赛输了 但他们的潜力和毅力不容忽视 基尔克的三磊安打 横祸维茨的内野安打正是未来的希望 光芒队今天运气好 明天就不一定了 至于拉斯穆森的救援 这只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难道他平时都偷懒吗 总之 蓝鸟队会卷土重来的 就像魔界里的鹰从天而降 给你们一个措手不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 光芒队的喧闹球场里 观众的欢呼声词起笔落 气氛热烈 这一天 乔纳森 阿兰达 Jonathan Miranda 再次展现了他的打击天赋 连续第二场比赛集出拳雷打 帮助坦帕湾光芒队以三横线 二战胜多伦多蓝鸟队 这场比赛不仅是阿兰达的个人秀 也是光芒队在赛季中重要的一场胜利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阿兰达面对蓝鸟队的投手 雅里尔 罗德里格斯 Yuriel Rodriguez 他挥棒击出一记两分拳雷打 瞬间将比分改写为3比0 这一集不仅让球迷们沸腾 也让阿兰达的信心倍增 值得一提的是 阿兰达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也曾集出拳雷打 这让他在对蓝鸟队的比赛中 显得格外神勇 事实上 他的9支职业生涯拳雷打中 有5支都是对蓝鸟队所集出 这无疑让他成为蓝鸟队的克星 光芒队的投手塔吉 布拉德利 Tosh Bradley 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投了5局只是1分 这是他自7月25日以来的首场胜利 布拉德利的投球风格稳健 4次三阵和2次保送的数据 显示了他的控制力 这场比赛之前 他在9场先发中 以0胜7负的成绩和7.88的自责分率 让人担忧 但今天他终于找回了状态 比赛的后半段 蓝鸟队虽然在每一局 都对光芒队的投手施加压力 但始终无法得分 特别是在前面三局中 他们的打击似乎都被光芒队的防守所压制 最终在得分机会上仅仅以一中九的成绩告终 这样的表现让蓝鸟队的球迷感到失望 尤其是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他们在得分位置的表现更是糟糕 零中期的成绩让人心痛 然而 蓝鸟队的捕手亚利航德罗 基尔克 阿雷汉托克 在第七局打出了一支三蕾安打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三蕾安打 并且也让他的打击连续14场比赛得分 创下了个人新高 这一刻 球场上响起了蓝鸟队球迷的欢呼声 似乎为他们的球队注入了一丝希望 蓝鸟队在第五局终于打破了僵局 斯宾塞 霍维茨 Spencer Horowitz 在本磊前击出内野安打 为球队拿下了第一分 这一分虽然来得不易 但却让蓝鸟队的球迷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比赛结束前 光芒队的德鲁 拉斯穆森 Drew Rasmussen 在两局中完美投球 三次三阵 为他自己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救援 这一切都让光芒队的胜利变得更加甜美 接下来 光芒队的先发投手肖恩 巴兹 Shane Bass 将在周日对阵蓝鸟队 他的表现值得期待 巴兹在最近的无偿比赛中都能投满五局 且失分不超过三分 这样的表现让他成为球队的中流底 而蓝鸟队则尚未宣布先发投手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